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婷婷腾前 根据大家投票的结果 今天的视频会给大家讲一下 六点原因,为什么你可以考虑开始经营你的Airbnb 如果通过今天的视频你对Airbnb有所了解 并且决定开始尝试经营Airbnb的话呢 那下一期的视频会给大家具体讲一下 如何查找你所在的地区是否允许你去经营Airbnb 以及如何开始注册经营Airbnb 因为Airbnb的这个话题它的受众人群比较少 所以每次出Airbnb相关的视频呢 它的点击量都不是很高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记得一定要帮我点个赞 好,那废话我们就不多说了 直接给大家讲一下六点我感触最深的原因 那第一点呢,作为房东当然是要收得到钱 作为长租的房东 如果你经营长租的时间足够长的话 你肯定会有没收到钱的经历 运气好的话呢,可能是一两个月收不到房租 运气差的话呢,可能是六个月 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收不到房租 给大家稍微想一下 北美这边驱赶不交租租客的这个流程 并不是说它不交租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踢出去 不是这样的 那首先呢,你的租客是需要不交租超过一定的时间线 你才可以给他一个notice 就是给他一个通知 那是不是说给完通知他就会搬走 不是这样的 在你给完这个通知之后呢 你的租客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去缴纳这个租金 这个具体的时间线是多少 它是根据每个省和每个省或者是每个城市和每个城市都不同的 一般来说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个管理租赁的这样一个政府部门 它来规定这个时间线都是多少 好,那是不是说租客到规定的时间线还没有交租 我就可以把它踢出去呢 也不是这样的 用我所在地区的这样一个流程给大家做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驱赶租客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多么的繁琐 首先在你的租客拿到通知单之后 并且在通知单的规定的时间线内还没有交租金的话 你才可以开始你真正驱赶租客的第一步 就是在你所在地区的这个政府部门去告你的租客 说你要驱赶他们 这个政府部门会帮你排期去听审 那这个排期的时间一般是一到三个月 这个时间长短决定于你所在的政府部门是否在那个地区 那个时间比较繁忙 听审的时候呢房东和租客双方都必须要到场 然后双方讲自己的理由提供证据 最后由这个政府部门来决定 你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去驱赶这个租客 那是不是说事情到这里就完美的解决了 你就可以去驱赶你的租客了 不是这样的 如果租客不服的话 它是可以上诉的 它可以上诉到小额法庭 就是small claim court small claim court 就是小额法庭它的排期呢一般也是一到三个月的时间 当然如果这期间如果任何一次 比如说政府部门那一次或者是小额法庭的那一次 你的租客说他并没有收到这个法庭的通知的话 那还需要重新排期 所以就会等待更长的时间 之前讲的这些呢是疫情之前正常的这样一个驱赶租客的一个流程 如果是疫情期间呢美国加拿大不同地区都有很多不同的法令 比如说美国在疫情期间是不允许去驱逐租客的 如果你上网搜索一下的话会看到很多个人的房东 在疫情期间由于收不到房租又不可以驱赶租客的这个原因 被迫去卖掉他的房子 甚至有一些更严重的情况就是 因为有一些小房东 他的收入来源就是他的房租 但是由于收不到房租 所以他没有经济来源就付不起他的房贷款以及地税 所以一些房东他的房子甚至被银行或者是政府收走 好讲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就是如果你一旦遇到不好的租客 你是很难拿到房租的 而且是很难驱赶掉他们的 所以在这个期间你会损失掉一笔不小的钱 相比较而言 Airbnb是不会出现这种拿不到钱的情况的 因为Airbnb的程序是这样的 在租客入住之前 这个钱呢已经被Airbnb的这个平台帮你收取了 所以如果他不交租金的话是无法入住的 之后在你的客人入住后的第二天 Airbnb的这个平台会把这笔钱 打入到你所指定的账户 当然Airbnb也是会收取你一部分手续费 那这个手续费呢是3% 也就是说如果客人将要给你100块钱的租金 Airbnb会扣取3块钱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客人用Visa或者是Mastercard刷卡的时候 Airbnb也是要付1.6%到1.7%的这样一个processing fee的 好那第二点原因呢就是你可以拿到更多的钱 一般来说短租你的收益会是长租收益的2到3倍 第三点原因呢就是做短租的话 无论是从你房子的耗损或者是电器上的耗损 比如说洗衣机烘干机等等 它的耗损程度都要比长租的耗损要少很多很多 而且长租如果你很不幸运的话 碰到不好的那种住客的话 它会为你的房子带来很多很多的破坏 会造成你很大的经济损失 当然你可以通过一定的筛选手段 去筛选掉大部分的这样的不好的房客 但是这个筛选手段并不是100%的 它不可能为你100%的过滤到所有不好的房客 第四点原因就是如果Airbnb短租的客人 对你的房子或者是对你的家具造成破坏的话 那Airbnb平台是负责会赔给你的 但是如果是长租的租客对你的房子造成破坏 大概率的比例你是拿不到任何赔付的 原因是即使你拿到法院的判决 判你的房客需要赔付给你的损失 但是你的房客没有钱 你还是拿不到这笔钱 而且有的时候即使你的房客是有能力赔付给你的 你还是拿不到这笔钱 那打个比方说 比如说你的房客换了工作 你不知道他新的工作单位 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冻结他的工资 因为加拿大这边的法律是 法庭是不会帮你去查找你的租客所在的工作单位 或者他所有的资产的 你是需要自己去提供欠款人的所有信息 比如他的工作单位 他的银行账户等等 然后向相关部门申请 相关部门才会帮你去获取这笔钱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信息的话 你是一分钱都拿不到的 好第五点呢就是有一些城市和地区 它是有run control的 就是你每年只可以加百分之几的这样的房租 那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几年下来 你的租金就远远低于市场价的租金 但是你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把你的租金加到市场价的租金 因为你城市的规定是有这种run control的 但是这个run control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的 它只存在于一部分的城市 所以你还是要自己查询一下 你所在的城市是否有这样一个run control的这样一个规定 相比较之下Airbnb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你可以根据市场的价格随时随地的去调整你的价位 第六的原因呢就是如果你常租的租客 和你签的是periodic lease 或者也叫year to year lease的话 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 房东是没有权利去单方面的结束合约去驱赶房客的 即使这个房客你可能不太喜欢和你相处的不太好 但是只要房客不想搬走 你也没有办法说单方面的停止合约 而且又涉及到了我们之前第五点提到的 由于长时间你没有办法结束这个合约 所以很多年下来 你房子的租金会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但是Airbnb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想做了 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停止不再去做 因为你跟Airbnb是没有这种长时间的合约的 而且你短租的价格 也可以根据市场价格来随时随地的去调整 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是觉得长租比较适合你的话 那这里可以告诉你一个小窍门 就是lease它的合同是分两种的 一种是year to year 也就是periodic lease 另一种叫做fixed term lease 那我建议你去签fixed term lease fixed term lease和periodic lease 它最主要的区别就是fixed term在合同结束的那一天 它就是结束了 它不会自动去训约 所以不存在赶租客的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一个租客的话 那你就是可以不和他训约 你的租客在合约结束的那一天就需要搬走 但是periodic lease 如果你的租客不想搬走的话 它就可以一直住下去 房东是没有单方面毁约的这种权利的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签一个一年两年或者三年的fixed term lease 这样在lease结束的那一天呢 你又拿到了你对房产的掌控权 无论是在当时需要调整你房租的价格 或者是你不想住给这个租客 去选择另外一个租客 你都对自己的房产有一个掌控权 好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帮我点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